金曲珊珊 金曲珊珊 來去高雄 GMP Kids 入圍就是GMP 好 接下來要為大家 來介紹這一組 一生只能入圍一次 而且只能得獎一次的 最佳新人獎 在我旁邊這位黃瑄呢 去年也是坐在金曲獎的台下 那麼默默看著這一個獎項呢 默默的就 搬走了 但是 我覺得那個新奇 來回來我們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但是你忘記嗎 你常常說了 入圍就是得獎了 所以你得過了 你得過了 你得過了 你去年得過了 今年的最佳新人獎的堪稱是 死亡之主 因為每一組都非常優秀 很有自己個人的特色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今年金曲33最佳新人獎 入圍的有 就趁現在 把你甩開過 你留學 沒人比擦更無大 我撞掉 I'm not afraid 歡迎以專輯夜觀尋場 入圍最佳新人獎的 曾卡龍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小豬 我是團長嘉祥 跟我是Vocal 還有索娜一些北館配器 那你手上還有 同時帶了另外一位團員對不對 另外這一位是鼓手 這是元彥 元彥 歡迎兩位 好 我是貝斯手稍微 我是第二組唱黛黛 顧名思義曾卡龍 就是閩南語的鄉下人的意思對不對 那五位是怎麼一開始 會組成這個團 是怎麼樣互相認識的 一開始其實是我在大學 我在念東華 然後那時候就想要組團 就找代代啊 然後現在不一樣的團員 然後接下來畢業之後就是 因為我一直知道小豬很厲害 他在我們大學的時候 他就已經 他感覺就是大師啊 對 整個造型就是大師的狀態 已經到處在做Session了 他們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他們是音樂人音樂家 或是玩樂團的其實不是 我只能告訴各位 他們是 寫小說的 這是對的嗎 就一開始其實我在寫這些小說 因為我是讀華系 我們那個科系就是在做文學創作 然後我記得 2017年的時候 Bob Gimm然後諾貝爾文學獎 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衝擊 就是他對整個音樂跟文學的 定義跟界線 整個 對我來說是被拉遠的 是 那我就想說有沒有可能 我用一個概念就是 我用一個概念可以用 音樂跟文學同時去表達 我就從那時候開始 一邊寫文學 然後一邊用音樂來創作 那有時候是先有音樂還是 先有小說呢 有時候它是互相都會 就是不一定是小說 也不一定是音樂 就是有可能我小說寫一寫寫到一半 然後覺得這邊要有曲子 我就譜成曲子 或者我曲子先出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曲子 我歌詞可能先寫好 再發展成一篇小說 我好瞭解 非常特別 因為我聽說夜觀尋場 這張專輯 是以 有結合一些民間野史對不對 對 沒錯 這個故事是關於什麼 可以為我們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我是從我童年的經驗開始寫 因為小時候就有看過一些 我覺得比較奇奇怪怪的東西 親眼看到嗎 親眼看到 比如說我歌裡面有講到一個 竹桃公帝這一首 裡面有講到一個玉女 就是金銅玉女 燒給那個王生者 對 我小時候就在家裡的廁所 就看到她坐在我們家的置物架上面 很清楚 她就是一個不是紙座的感覺 很像蠟座的 我靠近她的時候 還看到她的皮膚有點透明的質感 臉上有腮紅板中角 穿那種古代的童裝 對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在寫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從這個起點去做擴散 然後我都覺得這些 說鬼也好 或臨時見的情況 超自然也好 他們一定有一個 背後可以去解析你當時候 遇到處境的一個狀態 從這樣的方式去做創作 另外其實就是 有關《百事恐怖人228》的 因為其實我處理 我很像在寫這種 魔幻寫實的小說 或者是這種鄉土小說 就是判事算薪資的 所以其實我是在認識自己 認識家族 認識整個村落 再到整個地區 甚至台灣史 都整個再去重新爬出 它的歷史脈絡 跟整個再重新建構它 所以 對我來說 整個作品都會重新再認識 台灣這個土地 這一次呢 算是第一次進入這個 金曲的音樂大殿堂 有沒有最想跟哪一位 音樂人交流合作啊 比方說 最左邊的那一位前輩啊 算是前輩啊 也不能算是前輩 因為你成淺了 隱姓埋名了很久 我已經 我已經淺了 我現在最近就是 你知道最近的這個態勢 就是我先淺 然後在 你知道七月二號那天再 欸沒有 你最近沒有淺喔 你最近也沒有淺 我最近還沒有到那麼淺 但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就是同期啊 我最想跟 大主演 Kent桑 喔 Kent桑 然後跟他聊個天 他回來台灣了 他來台灣了 入圍客語專題 他叫黃玉涵 就是 有有有有 他前天也有來我們這邊 對就是 你喜歡 我是高中 高中的時候就是 對 這種類型的音樂嗎 高中的時候就有比過什麼 HOT之類的那種音樂比賽 然後那個時候第一次就 在台下看到他 我猜應該不只是比賽吧 有些回憶應該不只是比賽吧 你的眼神不一樣了 對這個樂團有一點粉紅的 對 我剛剛還覺得這個光回憶 為了你們 現在我覺得 好像幸好 幸好 對 很喜歡黃玉涵老師這樣 這個願望會達成 我們幫你傳達 OK 感謝 我覺得 我如果想要 就是跟某個音樂人合作的話 因為我腦中好多名單 那你就 可是我覺得因為 那我還欣賞 你可以讓他講嗎 好啦 不好意思 要跟你合作 我覺得也 也很有想法 他聽到也就不要 我記起來 我學會 我也會 你教我好多事情 黃瑋鋒會跟他說 我覺得你很有想法 很想要幫你的 很想要幫你的頭 就是做一些裝飾 做一些裝飾 可以啊 一些花一些苦苦頭 OKOK 對 對不起 反正就是 如果是音樂人的話 我覺得我很想要跟 陳三妮老師 好 我因為 就覺得 陳三妮老師 是一個 他經歷很久 然後每次都是會 帶給大家新的東西 太好了 我覺得是一個 很讓人家就是 他還有什麼寶貝 是還沒有現出來的 我跟你講 在我心目中覺得 我看陳三妮老師 也是這樣 你看我講到陳三妮老師 所以我會有點緊張 懂 沒有 我跟你說 陳三妮老師一定很樂意 幫你填意象書 哈哈哈哈 沒有 我真的有事 我抱歉 我受了 開玩笑了 他一定很想揍我 好啦 預祝陳三妮 今年呢 能帶金曲獎 順利報回最佳新人獎 我們敬請期待 謝謝陳三妮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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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身旁呢 這三位喔 是當代電影大師 這一次呢 是以 告訴我他們都在 本來的什麼地方 入圍了 最佳新人獎 我們再一次歡迎 歡迎你們 我們先請三位好好的 讓大家認識你們 跟大家一一打招呼 好不好 我是鼓手挺龍 我是主唱阿茂 我是被子手上姐 第一張專輯 然後入圍最佳新人獎 這件事情 對你們自己來說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我們花蠻多時間 在確認彼此的品味的交集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想要 今天這首歌是 依附著某一個人特定的喜好 然後我們把它做完 比較希望是大家 找到公司 然後又找到公司 才會是屬於樂團的東西 我覺得還有一個點 就是我們的音樂 只在練同事裡面做 就我們不會在電腦上做 所以他必須 就是我們三個一定要 同個時間 然後到練同事 才能開始進行 他們一般保持 我們在家裡 就開始想 然後在電腦上變 所以他 他會蠻花時間的 所以這一點的話 可以說是 非常不當代對不對 這 是吧 非常不舒服 我會想這樣問是因為 主唱阿茂 你寫的一些歌 比如說我 我看見庸才之命不凡 然後 我知道他們是假貨 我感覺你好像看到很多東西 就主要還是來自於我自己 在生活中的一些感想 就看到什麼事件 然後會對他有一些感想 然後我就寫下來幾句 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就讓這些感想 然後好像變成一個 是一個有整體性的東西 所以阿茂 我真的跟你是老同學了啦 我跟你拉近距離了阿茂 又來了 所以其實你在創作的時候 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 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 根本不知道寫什麼 是啊 他只有到最後寫完的時候 才發現 原來是這個事情 是不是 我跟你很像是情報中人 你們還缺一個其他什麼 是 美愛 再問一次 會不會問太多了這次 會 問太多了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我想知道你們有沒有 歌序是不是也有特殊的編排 或設計 其實是隨便排的 隨便排的 你姓嗎阿茂 我不相信 因為他的分水嶺很明確阿 因為他上半段非常的 比較冷硬 而且很直接 情緒是很強 下面呢 下半段來說 就是會比較明亮 然後在聽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進來 真的是比較hard一點 對 因為他各方面 歌詞跟情緒也是 我不相信 那是五分鐘就 對 我跟你講 我也不相信 所以代表他們做出來的音樂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他們自己的音樂作品 對 為他們自己 排好的這個歌曲 好像自己聽你們說的這個故事 已經超越了你們 當時在創作的時候 所賦予它的意義 它的意義 在你高盤各種聽眾的感受 並且提出了全新的視角 我要你接受或不接受 那不關我的事 那是你自己的決定 可是你們只是提供一個選擇 沒錯 但是金曲接受了 是不是 現在還有智慧 我還好 沒有啦 是真的啦 你可以講一下明芬 明芬是不是 她是一個阿姨嘛 她是安晴班老師 她對我的 好 你們有一些歌是很短很短對不對 有些歌有十一分半 這其實現在來說是非常非常少見的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兩首歌加在一起 真的 真的 因為本來有一首歌 我們要把它丟到垃圾桶 那是什麼動機 又想要出把它拉回來 因為過了大概三年 我們又寫了一首歌 然後發現這首歌 有辦法跟我們本來要丟掉的歌 連在一起 很奇妙的一個旅程耶 你看她三年之後回來 又再一次把它看 原來他們可以是互相都的呼應 如果你要推薦一首歌曲 你們自己的作品給 還不認識你們的朋友 你們會推薦哪一首歌 就是第一首 他們 告訴我 他們都在本來的什麼地方 告訴我他們都在本來的什麼地方 對 推薦對手 對 就我也是最喜歡 告訴我他們都在本來的什麼地方 就我覺得她 就這歌詞我琢磨滿久 然後我也覺得她結構上是滿俐落的 Bass 就是簡單暴力 就我也很喜歡 簡單暴力 然後我覺得很直接 我上來加一首是 如果你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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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是第一次聽到當代電影大師的話 你們一定要去聽剛剛他們推薦的歌曲 這樣子 沒錯 好啦接下來呢 我希望能夠讓大家更多認識他們的個人性 不一樣的一面 剛前面有說到的 其實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慢慢的磨出每一首歌 而且經過很多很多的討論 可是呢 有聽說 就是 比較沒有效率的團 當然是為了能夠慢工出細活嘛 可是我想要先請問一下 聽說團體中呢 有一位遲到大王 有沒有辦法一二三指出來 請不要指黃瑄喔 好像我已經加入他們了 我已經加入他們了 如果你們覺得真的不知道指哪裡 會覺得尷尬的話 是也可以指他啦 OK 那我們就一二三來一起互相指出來了 好 一二三 阿茂 阿茂自己舉手耶 阿茂 阿茂 對啊我剛剛就是 就其實住在附近大概 騎車五分鐘的地方 但我剛剛還是遲到了 為什麼 就是 我就會覺得我可以更快到 我會覺得我大概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到了 OK OK 這個也是一個創作態度 其實我可以去 這個也可以 我看過一本書 它裡面特別就講說 其實拖延不是一種病 對 那是因為你是在 你願意忍受拖延的時候 造成你的折磨 代表你是真正的大師 對 因為許多人他是因為 沒有辦法去忍受那種折磨 所以他得要就比較早出去 喔 就是比較早交界 對啊 所以這種人其實是不一樣高度 精神越澎湃的人其實是 越沒有 越會一種時間感會錯亂 對 會剝落 那些時間的碎屑 像覺得非常溫暖 那些時間的碎屑 就會成為我們創作的養分 OK OK 厲害 我算可以加入你們了 不行 還是不行 因為你要跟我一起主持 對還是要一起主持 還是要一起主持 推薦大家一個 不然我們最後推薦給大家一個 一定要就是支持你們的理由好不好 如果你們就是喜歡大聲的音樂 喜歡被罵或喜歡看別人被罵的話 講得很好 講得很好 如果你真的很欠罵 然後你也需要找到一個窗口去發洩的話 一定要去聽他們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 有機會一定要聽他們的現場 讓我們最後祝福 當代電影大師在進去獎 奪得好的表現 恭喜你們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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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的在我身旁的這兩位呢 其實今年是以Memento Mori 入圍了一輩子子來指定Go 得一次入圍一次的最佳新人獎 讓我們歡迎 柯拉琪 大家好 我是柯拉琪的佳璇 然後我是吉他手 我是主唱夏子 夏子 佳璇 你們好 你好 柯拉琪呢 算是唯一一個團隊 能夠把黃瑄 就是弄得這麼文靜的 對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 我們節目錄到一個中間休息的時候 我就進去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氣場非常強的兩位 然後尤其夏子就有一個瑞麗的眼神 就是這樣 她是優雅 對 是優雅 但是我看起來就是 然後我就覺得 打聲招呼 你們好 你們好 然後我就默默的你們好 你們好 我就回到我的休息室裡面去了 我們真的很謝謝你 真的看到她不同面相 不過呢 我們要再一次還原一下現場 因為呢 這是你們的作品 而且就入圍了最佳新人獎 那時候在入圍公布那一天 是怎麼樣的狀態 你們有互到祝福嗎 那天其實蠻特別的就是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動一個手術 所以我其實是沒有醒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 是在睡眠的狀態 了解 然後大概下午四五點才醒來 對 然後我們就互相傳個訊息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休養 這種感覺就是已經知道囊中物了 有沒有 也許只是其次 因為完成音樂可能都是更大的目標 是 就是舉重若輕啦 對於這種 光成明舟這件事情 不是定義在別人怎麼看你 對不對 大師真的都這樣子 真的 我完全感受到氣場 而且有沒有發現我聲音開始變小聲 對啊 我現在已經想要發生什麼事 是耶 你們紅仙的這個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要怕啦 你們兩個和解一下 沒有沒有什麼好問題 我剛剛就已經跟他拿哀吼一下了 一定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對啊 你有阿美族血統 對不對 我小時候是跟我阿媽一起長大 我阿媽就是百分之百的阿美族 然後我阿媽是比較 也不會說特別 就是我們在原住民的族群裡 會看到的一種 一種樣子 就是他是受日本的教育長大 對 然後他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我阿媽也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在他的生活中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文化的融合 他早上起來會先去教會 他晚上也會做玩道 然後他在日間的時候 會看日本的古裝的節目 我阿公還會看日本的摔角 對 而且他們 阿公阿媽 因為我阿公阿媽也是阿民族 對 然後他們平常也是阿美族語加日語 穿插 是不是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對 我的名字就是這樣子來的 大家可能很好奇 包括你們的團名 為什麼叫做柯拉奇 第二個是兩位是怎麼樣的契機 互相認識 聽說好像是佳全 那時候看了夏子的表演嗎 然後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團隊的產生 柯拉奇這個名字 其實是我們在打一個比賽 他需要交件 前那個晚上 因為他那個有一個表格 就說 請問你們團名是什麼 是 但是我們那時候 就只是兩個人剛好做完這首歌 然後是第一次認識 是那個街深的那個 南面爾歌 對 南面爾歌那個比賽 然後我們就開了夏子的那個筆記本 他有記得很多關於藝術史的一些筆記本 對 大學上課的筆記 對 然後其中有一個字就是叫 柯拉奇 它是 叫做拼貼的意思 如果簡單來講 對 柯拉奇 原來如此 因為夏子你也喜歡東洋文化 然後你也說就是你有阿美族血統 對不對 對 但你們第一首轟炸到大家都已經快動不了的那首歌曲 萬千火蕊 慈母悲哀 這樣感到 不感到 差一點 萬千 萬千火蕊 然後 慈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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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錯 我覺得我們兩個今天是台語經歷 萬千花蕊慈母悲哀 卻是台語歌 沒錯 那家全你當時為何有想做這首創作的 就比較衝動了 其實這個故事它是 我的一個系列的第三部曲 那個時候叫創作 所以之前在寫完前兩首歌之後 我發現有一些情緒它是陷在裡面的 所以我希望能夠用比較和解 或者是比較舒緩的方式去結束這個故事 對 因為它畢竟是觸碰到一些歷史的傷痕 或者是許多時代的記憶 對 那我們在詮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比較希望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找到宣洩的出口 哦 阿豬你知道他們有個很嚴重的一個 不能說社會新聞 就是一個網路上發生一個很大的波瀾 對 沒錯沒錯 這件事情呢就是 當它這張專輯釋出的時候 聽說呢 在Street Voice當中 是平時的25倍的使用者流量 而且整個平台是癱瘓了一個小時 九首歌霸佔了當時候的即時榜 全部都是他們的歌 請問一下當下的心情是如何 你們有想到嗎 傑森他是自己可以自主上傳的 對 然後我們傳完九首歌之後 那個畫面就白掉了 你以為是電腦當機嗎 對 或者是網路跑不出來 然後之後我們就一直去用手機 用別的電腦刷那個傑森的頁面 結果發生都跑不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把傑森用壞了 好厲害喔 這蠻厲害的 真的 你把傑森用壞耶 對啊 很不簡單 就你像在玩一個玩具 然後不小心把它 對 你們就是Buck 對 你們就是Buck的人 好強 這件事情很蠻誇張的 那我再問一題好了 就是除了Buck以外 你有 就是嘉全友 你有提過說如果被問到 什麼是Klatchi 或者是最能代表你們的歌 然後你們都 剛剛問也是嗎 你都好不一樣 謝謝 感谢观看 然后就没有生命 那我再问一个好了 因为听说佳全创作音乐的技术面功夫都是自学的嘛 那精彩的作品就是好比说林迈克老师 林迈克老师 钟星铭老师 洪敬尧老师 这三位编曲大师对你的影响很深 那我想问你分别在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我当初想要学电吉他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听了钟星铭老师编的冲击 对 那个时候有一种很大的冲击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从他们三个身上他们各自有风格 可是我学到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他在帮一个创作者打造编曲这件事情 他是需要量身定做的 就是比如说那个电吉他的声音 可能并不是我们摇滚乐比较习惯的那个声音 可是他在那首歌里面就变得非常的合理 就成立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很喜欢使用 类似拟伸的方式 比如说《威廉古堡》 这首歌他就是会讲一个吸血鬼故事 哦 谭曼植物 谭曼国际的坟墓 然后那个钟星铭就被敲起来 是 对对对 周杰伦的大粉丝 因为我看这三位其实基本上都是帮周董就是编曲的 所以影响你的也很深 非常非常我到现在还是会听 对对对 因为他们之前音乐一释出的时候受到大家的好评 你看还瘫痪整个平台 那之前又比较少能够跟大家这么多talking的机会 大家一定很期待你们在金曲奖的时候 补妆也好 或者是期待你们能够上台领奖 没错 那我们就一起祝福柯拉奇在这次的金曲可以夺得好的成绩 带回家 谢谢你们 谢谢 金曲珊珊 来去高雄 GMA HIT 入围就是肯定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一个来宾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喊的 是什么道理吗 什么东西 不是一起吗 没有也是可以吗 两兄弟真的聊起来了 趙宇说也是没有人规定说不是我们一起 但是你是唯一一个来宾跟我们一起喊的 太有默契 你知道这叫什么 这叫默契 默契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vibration connect vibration不是律动跳动 我觉得阿珠还是先 你可以先让我好好介绍你的好兄弟吗 好在我身边这一位呢 是我们黄轩的好朋友 同时呢 这一次也是以这张专辑Dive and Give 入围了最佳新人奖的雷琴 欢迎 雷琴 你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用各种语言都可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雷琴 我是雷琴 你也可以叫我雷孟 我是一个鼓手 我非常喜欢节奏 我喜欢跟大家分享我对音乐的爱 然后在节奏里面的喜悦 我都要把它分享给所有有缘欲见的人 好不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好 你这次杀来这个金曲獎 你身边的朋友你第一时间 就是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瞒大家说 我知道入围的那一刻 我是兴奋到睡不着觉 完全睡不着觉 太兴奋 你一直到现在 我已经一个月了 没有 我三天 三天 我马上讯息他 我马上讯息他 马上恭喜他 马上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的运气 我是想说 你会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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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很充沛 然后很容易去渲染掉整个 你知道身边周章的每个人 以及用他的音乐其实也是这样 是 因为你的名字真的是太酷了 是 这真的是本名吗 这真的是我的本名雷琴 打雷的雷然后引擎的琴 其实这个名字他一直给我一些 你知道吗 像是预言或者是像是一些鼓励 雷琴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名字 所以我从小就一直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来玩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不是要带给大家一些什么 我常常小时候会看到一些 想象中的画面 然后会很想要把这些画面 故事跟大家来做分享 其实我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 之前我遇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北投的老家 有一个柜子 然后这个柜子锁住了打破开 然后我就帮阿嬷给他撬开 就发现里面是一本一本 我外公的这个手杂日记 所以他记录了这个40年以前的台湾 那时候的风景 哇 然后透过他日记是非常生活化的口吻 然后在读着那些文字的时候 我仿佛可以感觉到外公 在我身边跟我讲话 然后看到那个时候的 台湾的这些美景 我会觉得非常的动人 那那个时候就启发我说 那我想要透过我的方式 记录下我现在看到台湾的美 那台湾发生现在发生的故事 是不是可以用音乐记录下来 然后让我的小孩啊 让这个未来的人 他们可以再次 像刚刚黄璇讲的 时空交囊回到现在这个地方 感受 你帮他们先储存好这个味道 是 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呢 还特别邀请到金奖的制作人 也是你的好朋友 对 没错 小宇 小宇也是你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没错 然后重点是你这次也有邀请张武 就是有入围这次台语男歌手讲 张武 张武来帮你写词 没错 然后还有去 这个我不知道想不想讲 这个OK 还有去年这个 得作这个去年的新人奖的得主 他们对这张专辑各有什么样 不一样的一些贡献 其实小宇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solid 很坚弱磐石的一个精神导师 对 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 常常很多很感性的很泛滥的想法 有时候自己会过我的那条线 对 但是可能会忘了怎么去落地 怎么去时间 那小宇在身边他会帮助我 很冷静的去分析这些想法 那他不会要放弃 他就会听 耐心的听之后 慢慢的在旁边有耐心的陪我去把它做出 他会协助你安全降落 没错 因为小宇 小宇也是我学长 他是一个很 其实做音乐蛮理性的人 他同时是很感性 可是在技术上面 他是非常坚弱磐石上 会给人家很大的安心感 所以他可以用他理性的方式 跟思维去了解音乐人感性的需求 是 这张专辑其实真的邀请到非常多朋友 因为我真的也是很 很乐于在这个火花之中 截取跟创造 那张武他带给我 跟这张作品最大的火花就是 我觉得他写歌词好像跟我打鼓 跟你唱歌跟你表演 是一样的自然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这次也才会一起找他 然后你看他帮我们两个写的 跟他自己 我们三个都入圍 你又是金曲珊珊 然后我们两个刚好三十岁 这不是巧合 不是阿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巧合 太多巧合 太多的赛了 太多的赛了 至于这个坏词的话 就是 沒關係你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我们公开于世了 我们直接讲了 因为重点是他坏词这首歌的话 是写他的跟弟弟之间的感情 对不对 为什么特别来写一首歌 坏词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然后他会给人家一种无边际的想象感 那我觉得他 我当初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很像月光 那时候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是 我的弟弟在澳洲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确诊 然后他 他是中的是delta 非常的严重 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心情是 很无助的 就是你飞不过去 然后又隔离 然后又飞 就是很紧张 然后好像也不能做些什么 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想要写一首歌给他温暖 给他勇气 给他力量 既然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 互相考验默契题好不好 好不好 来 好 先问一下就是 你 你给自己的三个hashtag 这样好了 你给他 他给你好不好 我给他吗 你先给他 你先给我 我先给他吗 好 第一个hashtag OK come on 你给黄轩的 危险 危险 OK 第二个hashtag 你们hashtag都会比较长一点 万象 万象 危险万象 OK 你让我会很吓到 因为 来 这很像我演唱会的文案 我 没有 你继续还有什么 第三个hashtag 男歌手 要 这个第三个还是要 I got nothing to say I got nothing to say 那我的话我会给你一个 我觉得是 因为 你就真的很浪漫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讲这个事情 这没关系的 还有 我直接讲直觉好不好 高 因为真的 我身边朋友里面 因为不要再讲说什么你真诚怎么样 那个大家在你的音乐都感受得到 你们知道hashtag是要方便找到这个人 对 hashtag高 你知道出现多少人吗 我叫一个高耸 高耸 高耸 好 高耸 像三一样 高耸 好 三你也准备好 三你心脏要准备好 因为 难得我不想说这个事情 2K真烂 我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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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真烂 2K是那个篮球 电动游戏 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喜好 这样 OK 你先让我讲一下 好 我先让你讲 我先让你讲 可以可以 你先让我讲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给人家很舒服 然后又很浪漫的一个人 那是电动打扮 差 真的吗 我 你看他的个性 马上立马见真章 刚才讲到很松的部分 我觉得跟他学的语言有关系 因为他发文系毕业了 发文系给人家听起来就是那种很松很浪漫 是 然后这句话是 黄轩跟我都很想学的 对啊 我们讲浪漫好不好 浪漫吗 C'est homotique C'est homo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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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t homotique C'est homotique 手要记得要这样 C'est homotique 你也可以反过来这样 这个就变意大利 C'est homoti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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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好美丽 La vie est belle 可是我今天不想要学这些 对啊 我可以学入尾就是肯定 我今天想要学一个入尾就是肯定 入尾就是肯定 我们要这样讲 好 Faire partie des finalistes C'est déjà une grande reconnaissance 太长了 再长了 再长了 Faire partie des finalistes C'est déjà une grande reconnaissance Oui Oui C'est prêt V 有一件事情 配事 零 unlrict sty 哎 Wu 对 現在是 przy рублей 雷琴 是3月3日, weather 你有在公布入围後 的oshi 3 是个很有趣的 有趣呀 數字 然後在节奏裡也是 很有趣的组合 如果要幫你拍手 記得要拍三點音 沒錯 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觀眾朋友們 什麼 拍看看這個三點音 然後讓我們兩個也配合一下 沒問題 好不好 教我們一下 這個時候就要出動了 你還準備道具 你覺得我們是一個來賓 裡面唯一個拿出道具 目前為止 結束為止 有了 這張的捷運都會背在這個嗎 沒有 我都把它放在那個機車 機車後面 綁在後面這樣子 真的 沒有假的 他有名字嗎 我 他叫小黑 小黑 他這名字太苦偷了吧 對啊 名字太苦偷了 沒有 剛想的 哇 郭家狗也是叫小黑 好 那我們現在就教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感受一下三連音 它是一個像圓球滾動的一個機車 圓球 我們感受一下 1 2 3 1 2 3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你們就 他這個非常很難 所以他這個可能13拍去的 你還可以這樣幫我分析吧 你感覺對很好 我原本想說不要這麼好 還要配合你的 再來 1 2 3 動物圓 果圓 菜圓 對 動物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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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對 右邊的朋友很好 菜園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三連音 它其實是一個就是無止境的 它沒有一個終點 然後它沒有一個絕對值 我覺得它很浪漫 那我也覺得它可以象徵 今年的金曲珊珊 為什麼沒有一個答案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非常的多元 怎麼會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會開除答案 因為沒有答案 所以才能夠祝福到每一個人 沒錯 所以我們就 所以難道我們要一起在這個 三連音的拍掌聲中 祝福你心情事成嗎 再來一下 不要了吧 敲響金曲囉 1 2 3 1 2 3 玻璃賽 就在這三連派節奏當中 我們要預祝雷琴 能夠心想事成 能順利得獎囉 謝謝 謝謝大家 我是雷琴 愛你們 Bye Bye 金曲三三 來去高雄 GMA HIT 入圍就是肯定 在我身邊呢 是一位大明星 今年呢 是以 Love Maze 取得了 最佳新人獎的門票 讓我們歡迎 Hazy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zy 黃瑋欣 我們先來還原一下好不好 當時 知道自己入圍的時候 她的心情是如何 又是在什麼樣的情境當下 當下呢 我真的是就是 看著YouTube的Live 因為我知道 你是鎖定的 我是鎖定 因為我覺得 第一次 然後有報名 然後 可以看看 就是 喔 對 然後結果我就 因為 我記得 是七位嘛 入圍 然後我記得我好像是第五位 然後到了第四位 我就想說 喔 還是沒有到我的名字 我已經快覺得 怎麼辦 而且我就突然間冒出了名字 然後結果我的那個心跳 瞬間到 我就要 因為我有戴那個錶 對 瞬間到118 我還記得 然後整個就是 大了吸一口氣 是 對 然後就是很開心很開心 你的中文名字是 黃瑋欣 一開始呢 其實是以 SING 這個來發表你的作品 但是 第一張專輯 那麼也就是這張專輯 Love Maze的時候 你才換成 Hazy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不一樣的改變呢 因為SING 都是 我自己一直以來用的名字 因為我沒有一個 英文名字 然後就算我在 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也用 我也在用SING 所以它變成 對 所以用著 用著用著 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 就是自己嘛 對 但是我發現這個名字 可能在搜索上 或者是在念上面 會有一些困難 因為可能人家不知道怎麼念 或者是它的那些 音階比較不好發 什麼之類的 對 畢竟是中文字 對 翻過去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還是需要一個英文名字 然後 包括 也是因為 我第一次 第一次簽公司 是 然後 因為這是要發第一張專輯 然後 很多很多的第一次 對 所以我就保留了 Page這個字母 然後就是自己去想拼了一個 Hazy 這樣子 而且其實念起來也很好記憶 謝謝 好可愛 Hazy真的就是這麼可愛 但是在音樂當中呢 其實有非常多厲害的大師們 歌王們都對你讚譽有加 像是李榮浩 還有Jay Sean 他們說呢 就是你就是天生的R&B 靈魂裡面就是有那種Style的唱腔 其實我也不是說真的是什麼練R&B 或天生不是 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New Song 因為剛開始到美國的時候 雖然是一個文化衝擊非常大 就除了是文化 或者是音樂上的衝擊都非常大 然後 我一到美國的時候 第一個接觸到的音樂類型是New Song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鑽研 然後就越聽越喜歡這樣 自己也很喜歡 對 然後就發現 自己在這方面真的很特別 特別特別的吸引我 然後 我覺得就因為這樣子 就受到這些音樂影響 然後 然後現在做的音樂或者是 就是現在的 現在的音樂的Style就變成 自然而然就是往那個方向 沒錯 因為對Hazy來說 你算是音樂科班出神嗎 然後後來到美國 還念了這個算是 音樂學院當中的殿堂 Berkeley 然後來完成你的學院 現在又呈現不一樣的曲風 我相信對你來說 欸 你看 各個方面你都能夠嘗試 而且你都做得非常的好 還在景色一周 你的心跳感覺現在差不多也有100 這樣就講到專輯會很興奮 對對對 你有另外一個好朋友 今天呢 他雖然沒有在現場 但是他在我們私底下準備的時候 他就真的是對你讚譽有加 而且他第一個稱讚你的是什麼嗎 他就說 我跟你說Hazy 他長得超美的 他是說馬來西亞的馮德倫 真的 他有刻意長過嗎 他像把這種笑話帶到這邊來 對 OK 好吧 這真笑話 真的是大概兩三年前吧 他就有一天看著我說 欸 那誰是馮德倫嗎 我說我知道 他說 他跟他長得好像喔 我不知道開心還是要 欸 這真的會 不是要往人家一時之間 不知道是讚的還是什麼 對 你真的長得很美 謝謝 你感覺很像童話故事裡面 會出現的女主角之外 也很像 反正就是非常的漂亮 謝謝 真的真的 好 但是 你臉很小 但是 因為趁著這個 宣宣哥哥不在現場 因為專輯裡面有一首歌 信你才怪是跟他合作的 要不要爆他料一樣 嗯 我只能說他是一個瘋狐 聽到了嗎 You are crazy Yes he is 他真的是一個like monster 因為跟他合作的時候 like monster 他是一個 就是他是一個你跟他講話 你會被他帶入他的世界裡面 然後你沒辦法出來的一個 轉進去對不對 轉進去 真的 然後在包括在唱歌的時候 但我覺得很慶幸的是 因為他配唱 然後他還是製作人 然後 他以他的聲線去唱我的歌的時候 讓我感覺到有 就是在我的歌曲上 也有這樣子的呈現方式 我覺得很新奇 然後 這是好的方面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 他包容你 真的 原來很瘋的情況是 這首歌有一句高音 對 然後我們大概錄了好久 大概有40個take吧 但是就是一句 就是一個一個音 這樣很折磨人 他就一直叫你來 對 因為我知道他要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當時做不到那個東西 然後我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然後他也很有耐心 但是他做得到嗎 他做得到 OK 你看 他做得到 問題是他做得到 對 然後 因為我們兩個我覺得在 音樂上面的要求都還蠻高的 所以我一定要達到 我也要達到他 我也要達到我自己的要求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弄了40軌 然後我就到最後真的達到之後 我們兩個就是 Oh my god 就是應該是非常地開心 對 然後就是 就是一個 希望是一個好的作品 然後希望可以呈現出 我們想要帶出的那種 特色 因為這是一首男女對唱 然後本來男女對唱很 比較普通的就是 比如說男生唱一個副歌啊 主歌啊 對 但是 這首很不一樣的是 黃瑞瑞提了一個E 他說 我們以和聲的方式 對 一開始聽你真的會找不到他聲音 然後他是這樣緩緩進入 對 不是說我聽完這首歌之後 我到尾覺得 在哪裡啊 他為什麼名字在上面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他很妙的地方 就是他很能夠融入 是 對 他好像蠻百搭的 他 這也是特色的很厲害 對 他雖然有他自己的宇宙 跟他自己的信仰 但是他是很百搭 所以你看他這一次不但是 你看入圍了三項大獎 又要問頂這個華語男歌手獎 還跟我一起 持星光大道 真是厲害了 祝福你了 他一定很開心 但是呢 除了Yellow 黃瑄之外 我們這一次還找了其他 很厲害的音樂人一起合作 包括陳君豪老師 還有中瑋宇老師跟米欽 而且呢 甚至還有 格萊姆跟Billboard等級的製作人 一起來合作這張專輯 我先問啦 會不會有壓力 在大學的眼前 一定一定很有壓力 但是同時間 我又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是因為他們 聽了Demo之後 他們都說好啊 Let's do it 然後我就覺得 這算是一種肯定耶 對 然後 我覺得 很特別的這張專輯是 為什麼我沒有一張 這張專輯的屬於 就是唯一一個製作人這樣 是因為我覺得 我每一首Demo 跟每一首歌的發展 我都知道 哪一位製作人他們更加擅長 所以我就會去找這首歌的製作人 然後 對 讓他們去發揮 我都沒有限制 對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 彼此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其實非常的羨慕 你看 從馬來西亞本來就算是一個 非常多元融合的國家 不管是族群也好 語言也好 當然是美食更不用說了 後來到美國 更大更大的一個 這種人才匯居的地方 現在來到台灣 又看到不同面向 對 這樣子 地點的轉換 肯定給你很大的資養 我覺得一定有的 因為認識不同的人 然後 他們的文化 然後他們的文化 也代表了音樂 所以我覺得 真的就是各方面去 攝取養分 然後變成自己的 一種sound 我覺得這個是 每個人的 我覺得特別一點就是 音樂這特別一點就是 你吸收到什麼 你呈現方式 就一定會是不同的 當你跟open-minded 去接受 這些給你的資養的時候 你確實產生出來的東西 就會更多彩一點點 對 我們真的好像很match耶 真的 有耶有耶 他沒有來 我們真的好像很 順暢耶 他會一直 他會講他的宇宙論 我知道 你常聽對不對 我常聽 我最近也很常聽 對 我有時候就處於一種 放棄狀態 對 你說吧 你放空對不對 對 我就說你說吧 沒有 金曲三三 其實也是隔了17年 我們再一次移師到高雄來做舉辦 之前有去過高雄旅行嗎 有去過高雄參加婚禮 就那一次 而且就一天這樣 OK 所以是快閃 非常快 對 好不好 這一次因為7月2號的時候 我們金曲辦在高雄 希望你可以多留幾天 能夠好好來體驗一下高雄的魅力跟風情 會 你有沒有自己先做一下功課 想要去吃到什麼 或是去玩什麼 還沒有 但是應該 接近的時候 我應該就開始大量做功課 就好好去玩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們做了很多的功課 OK 到時候呢 也許可以給你來做帶路 好啊 好啊 期待期待 預祝你能夠順利奪得一輩子 才能夠得到一次的 一次的 最佳新人獎囉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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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年的最佳新人獎 真的是 人才積極啊 各個 每一組的表現 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但是還有更多 音樂有才華的人 到底還有誰呢 記得繼續鎖定我們 GMA HIT 入圍就是肯定囉 Bye By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